我是陈怡婷 我是江一新 我是Sherly 欢迎收看《现代启示录》 刚刚提到了北魏太武帝有一个非常宠爱的宦官 他的名字叫做宗爱 在太武帝的那个时候他任职是中常室 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官职了 而且他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王的宦官 感觉是非常的位高权重 但他竟然也是唯一一个杀害了两个皇帝 并且逼死了太子的一个深谋远虑的大宦官 我们要来看看为什么北魏太武帝最后宠幸的一个宦官 却是残害他的皇室的一个大罪人呢 一起来看下去 宗爱这个太监杀了两个皇帝 一个王还有一些大臣 全部被他给杀了 宗爱本人呢 则是脸上被赤字 割去鼻子砍断双腿活活葬死 而且还没有喔 他葬死之后还砍头示众剁成肉酱 宋文帝刘毅荣经过原家之治国立昌盛 希望能够封狼居虚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希望能够驱逐胡人 效法西汉大将获去病 登郎居虚山来祭天 那于是他不顾群臣反对 起全国之力北发 可是还是拓伐桃胜出 也就是这个北魏太武帝胜出 但是呢 北魏太武帝呢 他胜出之后 跟这个南朝宋只隔江相望 造成了两个影响 第一个影响 他个人太过于自得意满 他觉得统一南方可能就是不几日之后的事了 那么这个对他个人的施政 有了不良的产生一些影响 那么第二个呢 因为他本身还是毕竟是鲜卑族 所以他即使打胜 他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 他是采取三光政策 就是杀光 烧光 抢光 所以当时南朝宋的江北六州 也就是说淮南一带 可以说造成是十世九空的情况 只可惜群臣的祝贺太早 北魏大军虽然一路打到 跟刘宋首都建康隔江相望 但是却迟迟无法一举歼灭刘宋 称霸天下 可惜的是 当时魏军一来没有船渡江 二来加上士兵水土不服 都纷纷染病 所以拓跋涛被迫撤军 更重要的是 它的内部产生了变化 因为当他去打南宋的时候 南征的时候 他就把坚果的角色 交给他的皇太子 但是他的皇太子 跟他最宠信的一个宦官叫宗爱 其实是不合的 宗爱借由其他皇子被册封为王 灌输拓跋晃 他的太子之位可能不保 另一方面又编出禅言 向太武帝拓跋逃 控告太子结党淫私 好让他们彼此互斗 等到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 宗爱则坐享于翁之力 宗爱是忠常侍的身份 这个人的生性非常地狡诈 阴狠 那么他知道太子他声望颇高 他已经形成了一个正式的太子党 而且他也趁机做一些军事的训练 所以这个站在皇帝拓跋逃的心中 他觉得这个太子已经有心要谋算 太子拓跋晃掌控军权 使得拓跋逃认定 太子拓跋晃已经准备谋权篡位 根本没有查证事情原委 就设下圈套 捉拿他眼中的逆子拓跋晃 太武帝拓跋逃让士兵假传自己 已经战死沙场的消息 给太子拓跋晃 引诱他到前线奔丧 一举擒擦太子党等人 太子拓跋晃大声喊冤 但是晚年的拓跋逃性情乖利 根本听不下太子的辩解 加上宗爱不断造谣 更加深了拓跋逃对太子拓跋晃的猜忌 根据卫书记载 西元451念诗 太子拓跋晃监国 那当时宗爱有罢柄落在太子宠臣手上 那为了防止败露 这个宗爱就像拓跋逃诬陷两人 那本来这个太武帝跟他的儿子之间 就有一些结 结结案完全没有解开 然后他所讲的这几个大臣 刚好也有这种大头症 有这些问题 所以他一听被激怒了 激怒了以后就把太子东宫的这些 大臣就给杀了 东宫大臣被诛杀后 太子拓跋晃终日提心吊胆 生怕自己就是下一个刀下冤魂 但是拓跋晃还没等到拓跋逃处置他 他就已经郁郁寡欢而终 可是事情呢 不会说因为太子之死 然后就告一个段落 因为这个拓跋涛的个性 本来就是比较急 比较暴躁 等他冷静的时候 他会想说这里面好像有问题 那他就想这个问题会不会就是宗爱 所以宗爱也了解他的这个组织的个性 他就想说 这如果有一天这个事情爆发以后 那他就完蛋了 所以他就想办法要找一步 要把这个皇帝给杀了 隔年二月 宫里就传出拓跋涛驾崩的消息 只是宗爱怎么杀了这个拓跋涛 史书并无记载 但也史却有说 他是趁着拓跋涛饮酒烂醉之时 用枕头闷死组织 再胁迫太医以劳累过度 酒后报王为由 来蒙混过关 这名陷害太子杀害皇帝的宗爱 习惯出身没有任何记载 只知道他是因为犯罪而成为阉人 后来从事办理杂物的工作 一直做到忠常事 更在太武帝拓跋涛南极留宋胜利时 被封为秦峻公 但是太武帝拓跋涛到死也没有想到 他最宠幸的宗爱 不仅杀了自己 还即将掀起北魏王朝历史上 最新风邪雨的一夜 拓跋涛时候 大臣们在永历新军的人卷上 分为两派 一派是敌孙继承派 认为说应该由拓跋涛来去继承 因为他是亲皇孙 是伯乐人卷 另外一派却是废佑立长派 认为说拓跋涛太过年幼了 应该以拓跋涛第三子 拓跋汉为敌 两派人马对新帝人选 始终僵持不下 这让宗爱有了可乘之机 宗爱认为拓跋涛跟拓跋汉 这两名人选都对自己不利 最好是在找一个跟自己关系 比较好的继承者 他才能借着勇力之功 继续作威作福 而被宗爱看上的人 就是南安王拓跋渝 大臣派人是不理会宗爱这一派的 为什么 你就是太监嘛 就算你当了什么东西 你就是太监 你身份地位就是卑微的 对这些先卑贵族来讲 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 可是他们看错宗爱这个人了 那你越看清他 你对他防备就越少 所以后来宗爱就把这些大臣叫进来 什么蓝炎 雪堤这群人叫过来 叫过来以后他们就觉得 反正我平常就看你不顺眼 也不觉得你是一个角色 你不是一个咖 所以就没什么防备就去了 那时候他反而是宗爱 派了三十几个这个太监 武装的太监 就把他们给抓住 然后给杀害 甲剑赫连皇后的旨意 照大臣来进攻议事 然后他把两派人马全部都疏杀了 然后还收出了在密室的拓跋汉 一起斩杀 这么一来 当然就让他的诡计得逞 让拓跋鱼顺利当上皇帝 八个月以后 他又被宗爱给杀了 因为宗爱认为说 这个人脱离我的掌控 拓跋鱼也认为 难道我旁边养一个赵糕 我要这样的一个人来吗 我不过就是他的一个傀儡 这样也不行 所以他们两个人 从友好关系 又变成敌对的关系 那宗爱向来的手段就是 先下手为强 宗爱趁着拓跋鱼 祭祀宗庙的时候 找人趁夜杀了拓跋鱼 并且封锁消息 除了自己的亲信 与邻居刘尼之外 没有人知道内幕 只不过刘尼内心惶惶不安 便把宗爱二度弑君的事情 告诉了自己的好友 殿中尚书袁赫 袁赫意识到事关重大 两人联合南部尚书陆立 决定发动政变 那当时三人分成两路 分头行事 陆立负责找到拓跋鱼 来赶往皇宫 袁赫则和刘尼来到进军驻地 宣布宗爱世上的消息 他们要拥护拓跋鱼 让拓跋鱼能够成功的继位 所以在这五个人的策划安排之下 就盈利了拓跋鱼进来 同时把宗爱给杀了 杀宗爱的时候 是用所谓的五行 五行就是死刑中的一个大刑 宗爱是怎么死的 他的鼻子被割掉 双脚被砍断 砍断以后 葬杀 就是把他打死以后 头颅割下来 然后再分尸 就是整个在他身上里面 让他去尝尽到 你就是这么坏的人 就要受到这样的一个刑罚 宗爱一生作恶多端 被判以五行 灭其三足 下场凄惨 但这也是他野心庞大 为非作歹 咎由自取的结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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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